哈喽,大家好,我是夏娜 一直有认识我这个房子的问题 就是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买的价格 还有包括它的面积啥吧 这个给大家撂一下 我这个是一个公寓,上平方 它是上吹上点 掺券的话是40年的掺券 这些应该都是一样的 我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 然后它的面积说是50.18 但是它全券掉之后它是50.5里面积 然后它这个几额是 胆价,先说胆价 胆价是无钱200多 然后景额一共是26万多 我这个税比较高 是5%的税 我也不知道其他主债放 它们税都是到时候 广税都缴了13000多 所以说这个房子一共 广这个房子夹上水着之后 一共是276000多 我这个办法战争的时候 我就缴了10533的那个汽水 我不知道这跟 之前买的时候缴那个水有啥区别 也没买过放 人家让缴就得缴呗 一样不缴人家都不给整 关于这个水垫 这边的水垫 水是7块4一吨 然后垫的话是7毛6一度 比如说主债应该是贵点 我也不清楚主债是啥价 我当时一共搜了14万里收服 然后就是带宽了13万多 美元换宽就是1600多 压力不那么大 像这种房子的话 它就是不斩那个带宽并饿 就是啥意思 就是我在如果我想换一套大房子的时候 然后他就我还可以享有这个带宽 就这意思吧 之前给我说了 我也不是太了解 就懂了个这一丁 说一下我这个如主体验 因为有好多朋友 我看后台私信 我他也想买这种公寓 不推荐 真不推荐 如果是单身的 小姑娘 小伙子 想买的话 还也可以 但是不省买的 稍微大一点的 那么是服饰的 比这要好一点 如果是本着居住的话 这种房子的话 认夺不可时 然后认烧吧 还勉强凑合 左反的问题 大家也都一眼减着的 其他的都可以顶对 就是左反这个油盐问题解决不了 就我这个烤蝙蝠的 然后还麻烦还这么大 如果烤的比较更难了 这种房子就是比较适用的 那些像做一个工作室里 然后做美甲类之类的 然后比较可以 想主主就可以选择 主带还是比较合适的 也要划算 看着宣传之上 都是安示着 这公寓是卖给这开店里的 我这个板准的时候是招人呆板的 然后缴了一个包装机 现在过来退下 我这所有证件都办去了 这两千块钱一退到收 好 完事儿 我这个房子已经成定居了 大家不要再问我为啥买公寓 不买主债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也不要再吐槽我这个房子 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了 这些问题只会让我更寻散 毕竟已经到我手里了 现在已经在我名下了 现在有作用的就是 好好弄理整钱 整区早日换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 心里一念 祝所有姐妹们都能发达菜 多多挣满 然后得偿所有